好,那我们今天学习第七课,你家离公司员吗?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词语。 这里有考试,有商店,有机场,还有路,走的路,还有教室和时间。 那我问一下阿明,考试是第几个图片? 考试,C,三个。 那请问Tarvik,商店是哪一个图片? 商店,你可以买东西的地方。 Shop,Shop,E,E,E,对了,好的,然后老师问阿明,你看,机场是哪个图片? 对,第二个,那我们写它的,写它的字母,D,路是哪一个? Road,Road,D,D,对,我们可以在路上开车,然后这个, 教室,阿明是哪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对了,我们在教室学习,在教室上课。 时间,Tarvik,是哪一个呢? Time,Time,F. 我们可以问,你有没有时间? 我有时间,我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这是什么?知道就可以说。 自行车。 对了,自行车,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脚踏车,都可以,第二个,你们觉得这是什么? 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对了,公共汽车,然后第三个是? 出租车。 对,出租车。 最后一个是什么? 飞机。 飞机,对了,那我想问一下Tarvik,如果你要从埃及到中国,你会做什么? 你会坐公共汽车,出租车,还是说骑脚踏车,或者坐飞机? 坐飞机。 坐飞机。 去飞机。 去飞机,对,那你从家到学校,你会选择哪个交通工具? 自行车,或者公共汽车。 自行车,或者是公共汽车,很好。 大卫回来了吗? 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 已经九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 明天有考试,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 那这里有一个教室,我们在教室里面上课,学习,准备,为考试准备。 大卫回来吗? 没有,他还在教室学习呢。 已经九点多了,他怎么还在学习? 明天有考试。 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 对了,很棒,好了,我们看这个,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去机场的路上。 你已经到了吗? 我下飞机了,下飞机。 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二十分钟就到。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里有一些词语。 有一个是机场,机场,Airport。 路,这里的Zote,Path,或者是We。 那我下飞机了,下飞机,Get off the airplane。 上飞机,Get on the airplane。 你现在在哪儿呢? 在去机场的路上,你已经到了吗? 我下飞机了,你还有多长时间能到这儿? 二十分钟就到。 请问阿明,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家。 对,我现在在家。 Tarvik,你现在在哪儿呢? 现在我在工作。 现在我在工作,在工作的地方,对不对? 你家里,公司远吗? 很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 坐公共汽车太慢了。 你怎么不开车? 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 你家里,它就是to be away from,那我想问一问。 阿明,你的家里,学校远吗? 远还是不远? 我家里,我家里,很远。 很好,很近,不远。 Tarvik,你的家离公司,公司就是你工作的地方。 离公司远,还是不远? 我家里,我家里,公司远。 然后还有助你慢,还有这个快,有的时候开车,你会觉得很快就到了,但如果车很多很多很多的时候,它会很慢。 你家里,离公司远吗? 很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多小时呢? 坐公共汽车太慢了,你怎么不开车? 开车也不快,路上车太多了。 嗯,对,很好。那我们要看下一个咯。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睡饭吧。给你过生日。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下个星期,我要去北京,今天过吧。好吧,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走几分钟? 就到了。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语。这里有一个过,过表示to pass time,to spend time。那我们在课文里面出现的是过生日。那我想问一下,阿明,你是怎么过生日的?你过生日的时候会做什么? 买蛋糕。买蛋糕。买蛋糕,对。那Turvic,你过生日的时候会做什么? With my family。哦,和我的家人一起过生日,对不对?走,走几分钟?走二十分钟?走。然后还有这个到,to arrive,to reach。 。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给你过生日。 今天,离我的生日还有一个多星期呢?下个星期五,要去北京,今天过吧。好吧,离这儿不远,有一个中国饭馆。走几分钟就到了。 这里呢?这里呢,我们要从这些词语里面选对的词语,放到句子里面。那你们要自己读句子,自己选词语。这里有离,我家离公司远,我家离公司近。还有教室,我们在教室里面学习。还有一个就,走二十分钟就到了。这个过,过生日,贵。哦,这个东西一百块,很贵。 对,然后这里,公司,你工作的地方。好了,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句子吧。第一个,请Torvik说。 我家离学校不太远。对了,我家离学校不太远。第22题,请Torvik。 北京到上海,坐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晚上十点多了,爸爸还在教室工作呢。 爸爸在哪里工作?教室,公司工作呢。对,爸爸在公司工作呢。 明天有考试,大卫还在教室学习呢。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想怎么过?嗯,对了。好,那刚刚我们问过,阿明问过Torvik他们怎么过他们的生日,那我们问一下Debbie,你的生日会怎么过?是买衣服?是好吃的?还是开派对?还是做什么? 嗯,买好吃的。买好吃的,对。 买好吃的,对。 买相机吃吧。 感谢观看